这家位在彰化和美的铁锅厂 经营了将近快50年 他们的锅子不但内销受到欢迎 也因为用料实在 价格便宜 外销到全世界 没有什么工夫 这么轻轻松松 热锅热油不粘锅 鱼儿鱼儿水中油 没有任何涂成的铁锅 也可以将整条鱼煎得完整漂亮 其实铁锅最大的缺点就是用不坏而已 我都说我们没有优点 我们唯一的缺点就是用不坏 生锈也不用担心 刷一刷就可以继续使用 它是使用到破孔 穿洞再丢掉 不可怜吧 所以那个要很久 热锅热油就不沾 保持干燥不生锈 这是纯颜料铁砂做的铁板 我们不是废料做的 真的是那个 而且是日硅或者是欧硅 那个食品容器法所规定的 合格的铁板 所以你放心 它是会生锈的铁板 我们没有任何烤漆 没有任何涂成 一来就是原汁原味就开始制作 那个模具放下去 平衡材料好 很服贴 这样才可以刷下去 利用机器将铁板悬压成型 炒锅的雏形就完成了 这个步骤也关系着消费者使用起来的顺手度 因为我们学院要做得好的话 它是很滑顺的 所以有那个速度要抛锅 都是很快 它们抛都很快 这样它炒起来也很失败功倍 非常的顺手 所以这个锅子就对它来说是很好的帮助 刚才我们做那个防锈处理的时候 是我保存我锅子的手段 但是问题是这种东西不能吃 所以一定要用火让它毁滑掉 所以一定要开锅 然而并不是每个消费者都有办法自己开锅 所以在寄送之前 驴皇选择多费一道工 这也是他们对客人的贴心 因为消费者的家里的活力不强 那个我说法是最多到160 然后不强 然后他开锅什么程度他不知道 所以我干脆帮你开好就OK了 它们同时也将触角延伸到一般的传统市场 直接面对消费者 15年来已在中南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随着大家对铁锅的观念越来越清楚 驴家的锅具除了台湾之外 还销售到世界各地 从抗拒到背负使命 这其中的转变 驴家人花了好多的时间 才终于了解父亲的用心 现在他们相当珍惜 这份前人所留下来的事业 并且认真做好每一个锅子